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今日 新浪上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独自在杭州打拼的陈小姐交往了一个31岁的男朋友 他们相处了大半年后 陈小姐却心有怨气 因为男朋友家里有着严格的门禁管理制度 陈小姐说 男朋友父母管的严 规定晚上十点半之前必须回家 特殊情况才能延迟到十一点 这让他感觉到很不自在 两个已经自主独立的年轻人在一起谈恋爱 怎么还搞得像高中生那样 偷偷摸摸 像见不得人似的呢 更让他气愤的是 今年大年初六 他从老家回到杭州 大巴车到杭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他一个女孩子 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 在路边站了很久 都没有拦到车 眼看着一辆又一辆的出租车飞驰而去 他只好叫了滴滴网约车 但那个时候 网约车等待的时间也超长 周围也没有地铁站 无奈之下 陈小姐只好发信息给男友 希望她来接她 结果男朋友却丝毫没有一点要来接她的意思 她发信息告诉陈小姐 我们的时间快到了 出不去了 你自己去附近的肯德基麦兰劳坐下来等吧 注意安全 陈小姐彻底死心了 对于这段感情 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 就是她的父母要求太严格了 比如 在日常出行方面 男朋友爸妈不允许她开车上高速 只能在市区开 更别提什么自驾游之类的危险活动了 在平常生活中 男友妈妈每日三问 去哪 跟谁在一起 晚上别太晚了 早点回家 在公司方面 更是将男友的钱大部分都收入囊中 只留下一部分生活费用给她 对于陈小姐爆出的种种细节 广大网友炸开了锅 这回 网友们的意见惊人的一致 这样的男朋友 不分还留着过年吗 评论里也有很多网友 在批评陈小姐男朋友的父母 是的 他们对于孩子的占有欲 的确是很过分 但我觉得 在这段感情里 最有问题的 应该是陈小姐的男朋友 一 作为一个31岁的男青年 她不是13岁的小孩 处处还要受到父母的管制 这难道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二 女友深夜独自一人回航 临着巨大的行李箱打不到车 而男友却聚于门禁 让陈小姐一人 滞留在深夜的车站 这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吗 陈小姐在她心中的地位 真的很重要 三 即使陈小姐不顾一切 嫁给了她 我想她的家庭氛围 依旧不会因为 她的到来而改变 二人世界想都别想 连出城去散心都不行 工资上交给家长 自己只留下灵头作为开销 我想任何一个女孩子 都不能想象这样的结婚生活 将如何继续下去吧 那么陈小姐的男朋友 可以说是妈宝男无疑了 说到底 妈宝男的本质 就是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他们离不开父母 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相爱的人生伴侣 而是一个像大人一样爱她 疼她的女人 最好 还要跟她一样 这一生 都匍匐在父母脚下 其实在生活中 很多男性表现出来的行为 也是属于妈宝的一种特征 他们因为平时听惯了家长的话 所以在恋爱和婚姻关系里 他们十分随和 好好好 都听你的 别生气了好吗 我错了 这样的话 可能经常能从他们的嘴里说出来 也许在恋爱阶段 你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人脾气真好 无条件地包容着你 可是啊 当你们真正走进婚姻的时候 你却发现这种无条件的服软 是因为她在逃避问题 她不想真正去解决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所以选择用当下最核算的道歉方式 把问题圆过去 他们不敢直面问题 因为他们根本解决不了 他们就像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 一有问题 就习惯性地躲在大人的身后 让大人们去处理 他们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模式 根本无法改变 就像涂雷老师在爱情保卫战里 说过的那句话 其实真正让人愤怒的 是她可以没有担当的理所当然 我们身边 有多少像这样的男人呢 母亲跟女朋友吵得激烈 儿子却不发抑郁 没有半点男人的样子 婚姻大事全凭母亲做主 对于未来 根本负不起一丁点责任 这样的男人 比比皆是 如果说 没有担当只是妈宝男们的 一个非显著性特征的话 那么过分依赖母亲 永远无法将自己的小家 和原生家庭分开 就是很明显的妈宝特征了 这段时间 电视剧顺便交的一个片段 在抖音上诱惑了 海青饰演的上海女孩胡丽娟 和东北男人李亚平结婚了 由于南北差异巨大 加上李亚平母亲跟李娟不和 所以这个小家庭 时常发生局雨 丽娟生下孩子后 发现婆婆 竟然叫孩子说妈妈坏之类的话 怒不可惜的李娟 下来兴师问罪 但得到的 却是李亚平的这段话 我妈洗衣服 带孩子 做饭 容易吗 这个屋里 我妈 我儿子 我 我们三个谁也不会走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你可以滚蛋 胡理娟气炸了 下来与她理论 水料却被丈夫家暴 双方扭打之中 孩子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这样的悲剧 让人不禁唏嘘感叹 在妈宝男眼里 她可以看到母亲的任何付出 妈妈为她张罗的很多事 她都一一看在眼里 在他们的眼里 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 可能就是自己的母亲 但是她们却往往有着双重标准 对于妻子的付出 她们可以视而不见 甚至在伴侣 跟自己的原生家庭 起矛盾冲突的时候 她们会毫不犹豫地 站在自己原生家庭那一边 对于她来说 她们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 而你 就是一个进入她们家的外人 你必须无条件地付出 无限制地宽容 像她一样 事无巨细都听从她父母的 这才能融入她们的家庭 这样的男人 你会愿意嫁吗 在妈宝男的口中 你经常会听到这些话 我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 你最好别说她什么 我妈好辛苦呀 累得腰酸背痛 还给我操吃家务 你休息的时候 带我妈去买买衣服吧 她很久没逛街了 是的 在她们眼中 妈妈的话就是圣旨 妈妈做的一切事 都是伟大的事 作者百花谱说 再经历了怀孕大着肚子 还要做饭给婆婆和老公吃 生了孩子 婆婆坚持不让请月嫂 说是浪费钱 被婆婆照顾到产后抑郁 政府还坚定地站在她妈妈那边 说她作 不体谅婆婆 她义无反顾地带着孩子跟丈夫分了居 因为她知道 她永远无法跟一个没有断奶的男人继续生活 看到这个结局 我只想说干得好 说到底 妈宝男们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中 都是一种不正常的存在 我把你放在了我人生重要的位置 而你心上最重要的位置 却是你的父母 所以程小姐深夜打不到车 男友却因为门禁而不来接她 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显而易见了 你深夜打车没关系 我破坏了我家的门禁规矩才是大事 至于你有没有危险 那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我躲在我自己爸妈家里 温暖得很呢 奉劝大家真爱生命 远离马宝